刚才以后面那一题的答案 我们就说 那个石的跳水运动员 由这里跳到这里 我们就计算到时间需要是4.5277 即是三位有效的话 就会是4.53秒 4.53秒 接着就计算跳水运动员 插水那一刻的速度 即是说 其实又是 跟刚才一样 如果我们考虑这个过程 插水那一刻的速度 我们称为V 初速是正20 是向上的 加速度是-9.81 即是跳水运动员会向下加速 而它刚才就计算到时间是4.53秒 刚才计算到是4.53秒 又或者你可以代位移 是终点比起点低10米 所以你可以代S是-10 都会计算到的 S是-10 所以这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 如果用回V等于U加AT的话 即是说V就会等于20 去加负9.81 乘以4.53 好了 所以如果是9.81乘以4.53 等于 接着就是减20 所以这个答案就会是24.4 这个就是-24.4 MS-1 而这个答案就非常之正确 因为它是一个向下的速度 即是跳水运动员 是插水那一刻是一个向下的速度 所以如果你的规则用得对的话 它是会计算到负数的 接着就是跳水运动员 它整个过程的速度时间线图 同学 首先 因为别人要求的是速度时间线图 所以这个是速度 这个是时间 这个是速度 这个是时间 它起跳那一刻 的速度是20 它就是去到 正常来说 它就会是上到某个高位 接着就跌回来 而刚才计算 它到达最高点 是2.04秒的时候到达最高点 那就是说 去到这个2.04秒 其实是一个分界线 接着刚才又说到 就是说 它4.53秒就会跌到水 那就是说 那个4.53秒 也是另一个分界线 那这两个分界线是如何呢 就是分别第一点 在2.04秒的时候 其实它是到达零速度 逢是自由下落的时候 那个向上减速 那个速度时间线图的斜率 就会是-9.81 所以我们是很有信心 这条是一条斜的直线 而下半截呢 而下半截 这里继续这样下落的话 去到这个位 去到这个位 它就是去到4.53秒 就是插水那一下 所以这个速度 就会是24.4秒 就是刚才计到B part的答案 这样的表达方法 就是可以得到满分 分别就是那个速度 时间线图 这条族要对 还有有单位就是一分 接着得到一条斜率 是9.81的线 就是一分 它不会去量线 你9.81的 就是看到直线就是一分 接着看到一个 两个关键数字 就是在上面的题目 拿出来的又是有一分 这两个数字也是有一分 接着到最后 就是在现实里面 石块到达最高高度 是不会去到原本那么高的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就在这个题目那里 我们就预计它是会升到上去 这个 我们预计就是它会升到上去 这个 某一个高度 但是它就上不到这个高度 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它有空气阻力阻止它 所以其实 那个 我们这里应该 那两分的话 我们应该会怎么回答呢 就是因为我们就说 空气阻力阻力 会阻抗运动 或者阻振运动 对抗运动 而令到A的数字 是不等于负9.81 那是怎样呢 就是向上减速呢 A值是会小过负9.81 那什么叫小过负9.81呢 可能A是负12 负14 那样解 为什麽呢 就是它每秒钟减速度会比较多 那这一题要答到满分呢 一定要答到A值 如何变化 就是说 而这个呢 是加大了 减速度 那因为它加大了减速度 那你就会在短一点的时间里面 是令到速度变成0 加大了 即是说石块 就会在较短的时间的速度变成0 好了 那英文的同学就是 因为呢 我们就说呢 那个Air Resistance Air Resistance 是会对抗的运动 Oppose the motion 好了 那就是说 A就不等于负9.81 而A的数值 是会是比9.81 这个数值重要 就是 量值上是大 是的 但是数字上就是小 那就是刚才我说过的就是 例如A是-12 那它于是呢 我们就说呢 这个呢 是会 是加大了 这个会enlarge 了 deceleration of the stone 就是会减 加大了 和呢 so the stone 達至 attained 就是達至 zero instantaneous velocity in shorter time 好 那么这个呢 就 我们说 这里为什么会是加分题呢 你就一定是要提到 减速度的改变 对了 要提到减速度的改变 对了 接着呢 就令到它在较短时间里面 速度变成零 就是说呢 就attained zero velocity in shorter time 那才叫做 圆满地回答了这一段 谢谢大家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